第106集 王爷的随从 王爷的随从自然要跟在王爷身边 横武绝对不相信这云嬷嬷敢在王爷面前露面 必定是他们派人跟踪王爷 才找到了这里 横武笑笑 道 虽然这是王妃和云嬷嬷的一片关切之心 但王爷的性子您是知道的 绝对不愿意别人打探他的行踪 横武的话虽然是笑着说的 但听在云嬷嬷的耳朵里 反而有点阴森森的 王爷的行动诡异 却不是其他人敢任意揣摩的 王府里有人冒犯 或者打探王爷的行踪几乎都不见了 不用多想 都能猜到那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若不是王妃阴阴叮嘱 她也不敢贸然过来 横武大人说笑了 王妃让我等过来 就是想让我们来看看 这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云嬷嬷陪笑道 在府里 她或许不怕横武 毕竟王爷不管事情 王府里全部是由王妃操持 作为王妃身边的得力摸摸 自然也是有几分颜面的 可若是在府外 这横武是王爷的人 在外面发现他跟踪王爷 即使杀了他 王妃也不敢找王爷讨个说法 既然在主子眼里 他们是蝼蚁般存在 那就只能忍气吞声 像蝼蚁那样活着 根本没有尊严可言 苟延残喘地活着吧 刚横武听到王妃 这两个字的时候 顿时心生警惕 以她对王妃的了解 绝对不是简简单单 让云嬷嬷来帮忙 不过对方说得如此好听 她横武也不能掉缝 笑道 多谢王妃和云嬷嬷好意 这里的事情 王爷已经安排好了 您还是回去吧 王爷的脾气 你是了解的 若是执意如此 王爷知道了 你我都没有好果子吃 听到这话 云嬷嬷脸上的笑容 再也挂不住了 横武直视 云嬷嬷的眼神 毫不退让 杜九妹看看横武 又看看云嬷嬷 来者不善啊 杜九妹不是一般的 九岁小孩子 她是一个有成人灵魂的大人 根据横武和这个云嬷嬷的对话 已经在脑海里编制出 八十集长篇大型 后宅争斗狗血连续剧 不过每次在给美人爷爷定位的时候 有点无所适从 话说 在这八十集的长篇大型连续剧中 最美的不是后院形形色色的女人 而是一个男人 这怎么破 杜九妹脑回路有点长 这么好看的男人不搞鸡 太可惜了 就美人爷爷 那风华绝代 绝对是被压得着 场面太诱惑 不能想 不能想 杜九妹赶紧摇摇头 再想下去 她要流鼻血了 可能是杜九妹的动作太奇怪 云嬷嬷的眼神 落在了横武身边的杜九妹身上 眯起眼睛 上下打量 被人这样盯着 杜九妹觉得不舒服 躲在了横武身后 这个小姑娘是谁 云嬷嬷问道 虽然人小 但她觉得有几分眼熟 横武拍拍杜九妹的肩膀 道 自然是我需要保护的人 至于她是什么身份 相信王爷不久之后 就会公布于世的 我只是一个下人 不该说的 我不能说 云嬷嬷被横武掖住了 熬一会儿才缓缓说道 多谢横武大人提醒 可能是杜九妹出来的时间有点长 杨氏扶着腰出来找杜九妹 正好也看到了云嬷嬷这一行人 原本还想邀请他们进来喝水的 但看见横武面上表情有意 便没敢出声 不知根不知底的人 绝对不能搭理 小九快来 杨氏搞不明白 但那个老婆子 看向杜九妹的眼神 让杨氏很不舒服 任哪个母亲 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 被人这样上下打量 太失礼了 爱 为了不被蛇筋病 内分泌失调 重度更年期综合症患者 如此盯着 杜九妹跑到娘亲身边 跟着娘亲回家了 不过杜九妹 如此凑热闹的性子 有热闹不看 天打雷劈啊 杜九妹关上门 趴在门缝里往外看 好在距离不远 还能听到大概 云嬷嬷 原本熊啾啾 气昂昂 但遇到冷硬的横武 只得后臂三舍 不能硬碰硬 呵呵 既然横武大人如此说了 老奴也就不打扰 横武大人办差了 老奴还有事 告辞 云嬷嬷皮笑肉不笑说道 事情已经明白大概 虽然不能见那个妇人 和那个小丫头 但她还可以去村子里 打听一些情况啊 正所谓没有张屠夫 她难道就要吃带毛猪啊 毕竟这里是那个人 生长三十年的地方 定然能收集到一些 有用的信息 而且更能从各方面了解这家人的情况 不得不说 这云嬷嬷是个老狐狸 避重就轻 找到可以迅速完成差事的方法 怪不得能在后宅混得风生水起 深得王妃信任 现在已经到了秋季 虽然夜里有点凉 但白天还是很热的 村子口的那棵大树下 坐了一些人 访线纳鞋底聊天 刚才云嬷嬷从此经过 还是问了这里的几个老婆子 才找到了山脚下 横无所在的地方 赵寡妇 早就伸长脖子 等在这里了 不是她不想跟过去 而是刚才云嬷嬷身边的 几个大汉拦着他们 不让他们过去 云嬷嬷不能从横武那里 得到消息 退而求其次 走到大树下 道 几位老嫂子 能否给口水喝 赵寡妇一听 很是殷勤 亲自倒了一碗水 给云嬷嬷嬷嬷嬷嬷接过水 但并没有喝 虽然她很口渴 可这碗黑乎乎的 一看就很脏 她下不了嘴 尽管在王府里 她只是个下人 但平日里吃的用的 可比乡下的 护妇老太太还好 当然看不上 这些东西了 虽然看出云嬷嬷的嫌弃 但赵寡妇 并没有点透 从这老太婆的衣服上看 就是富贵人家 讨好笑道 这位姐姐 你们怎么回来了 没找到人吗 那边只有杜大山一家 杨家 以及新落户的阮家 阮家是本地人 应该没有这样富贵的亲戚 杜大山身份 扑朔迷离 阮家的底细 那就更加神秘了 这一行人 估计就是想找这两家人的 若是和阮家 或者杜大山家里关系好 此人想必也不会这么快回来 一定是被人赶回来的 现在这些人来打探消息 她或许能从这些人身上 得到一些好处 赵寡妇如此猜测 居然猜对了 一看着眼睛滴溜溜转动 盯着她衣服看的 这个乡下老妇人 云嬷嬷便看出 这人是个贪财的 只要稍微出点钱 就能得到想要的所有消息 云嬷嬷正想打探消息呢 见赵寡妇如此热气 笑咪咪道 我们是来打听人的 有点不确定 没敢进去 对了 你们村子里 三十多年前 有没有捡到一个男孩啊 一听这话 赵寡妇眼睛一亮 猜得没错 果真是找杜大山的 这杜大山身份尊贵 想要打听到详细消息 自然要给点好处啊 姐这想打听这个 你算是找对人了 我们杜家村子里 的确有人三十四年前 捡到一个男孩 现在可了不起了 不光赚了很多钱 而且去西北打仗的时候 居然还当了官 赵寡妇夸赞了杜大山一家 因为和杜婆子关系好 所以只说杜大山 并没有说杜婆子等人 孙婆子虽然喜欢和别人说话 可他也看出来 云嬷嬷嬷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只是跟李大婶在边上 听云嬷嬷嬷和赵寡妇的对话 从云嬷嬷嬷的态度中 孙婆子看出几分门道 这个人来者不善 担心你杜大山家里招货 更加不敢插话了 倒是身边的李大婶 忍不住要插话 被孙婆子一把拉住了 道 哎呀 我们家的咸菜腌好了 你上次跟我说要吃的 走 我给你拿点 相处三十多年的老姐妹 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李大婶呵呵笑道 是啊 你家的腌咸菜就是好吃 走 正好要做饭了 你拿点给我 其他人也发觉 云嬷嬷后面跟过来的一行人 虽说不是凶神恶煞 但看上去也不是好相处的人 见孙婆子李大婶走了 纷纷收拾东西 回家做饭 赵寡妇说得起劲 等察觉到口渴 想喝口水的时候 发现大树下 就剩下她和云嬷嬷一行人了 赵寡妇心里一慌 借着喝口水的功夫 掩饰慌乱的心情 就这些 云嬷嬷人老成精 自然也看出赵寡妇的不安 伸手从怀里掏出无量银子 不要怕 只要你跟我说说 有关杜大山的所有事情 这无量银子就是你的 赵寡妇看着云嬷嬷的笑 心里毛毛的 不过眼神在落在云嬷嬷手上的银钉子上时 顿时眉开眼笑 现在家里缺钱 都快吃不上饭了 赵寡妇伸手去拿银子 可是被云嬷嬷躲开了 你还没说完呢 想拿钱 是不是早了点啊 云嬷嬷试探赵寡妇 从王府出来太长时间了 必须要尽快回去了 越早回去 越安全 否则等到王爷得知在调查 定会对付他们一行人的 赵寡妇咽了几次口水 搓搓干裂粗糙的双手 陪笑道 啊 最近听说杜大人这人厉害 不是乡下人的孩子 而是贵人的孩子 最近有个贵人找过来 连我们组长都默认了 就等杜大山回来 认祖归宗了 云嬷嬷点头又问道 就这些吗 云嬷嬷手中的银子 又在赵寡妇面前晃了晃 想从赵寡妇的表情里看出 这人是否说谎 赵寡妇的眼珠子 随着银子也转了转 连连点头道 有 有 这杜大山 自从知道是捡回来的时候 就从养父母那里 分支出来了 现在日子过得好着呢 云嬷嬷一听 眼神一闪 小咪咪问道 杜大山的养父母 对她不好吗 这刚知道自己是捡来的 就分支出来 养子分支出来 并不稀奇 但云嬷嬷好像觉得 赵寡妇话里有话 赵寡妇没有回答 而是眼睛盯着 云嬷嬷手里的银子 这些人来打探 杜大山的消息 一直拿银子缠她 但又不给她 见云嬷嬷再问 赵寡妇不说了 万一什么都说完了 这人不给她钱 岂不是要吃大亏 云嬷嬷一边嘴角上翘 眼路鄙夷 递过去银子 道 呵呵 你说吧 赵寡妇接过银子 眉开眼笑 用大黄牙 咬了银钉子一下 确定是银子 这才笑容满面 激动说道 脚皱这银子 我也会实话实说的 杨子自然没有亲儿子好了 所以对捡来的孩子 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好在大山这孩子出息 才有今天的好日子 你们是大山的亲人 是来接大山一家的吗 赵寡妇惦记着 和杜婆子关系不错 所以并没有挤兑杜婆子 云嬷嬷思索一会儿 并没有回答赵寡妇的问话 又缓缓问道 哦 那现在分支出来 杜大山的养父母 难道就不生气 毕竟现在杜大山有钱了 也有出息了 赵寡妇看了看周围 没有其他人 这才小声道 那家人自然不乐意 但祖里人现在巴结杜大山 自然会顺着杜大山的心意了 这赵寡妇心里敞亮着呢 杜大山再有钱 没有给他一文画画 杜婆子那人虽然嘴巴很坏 可却经常接紧他 不自觉地就想为杜婆子说话 云嬷嬷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很是高兴 道 说的也是 今日多谢你了 赵寡妇装好银子 咧嘴笑道 这不算什么 以后有什么要问的 尽管来问我 那是自然 云嬷嬷说完 便上了马车 马车到了镇子上 云嬷嬷对车夫说道 今天就住在镇子上 你们去打听一下 杜大山和他养父母的事情 从刚才那个老妇人的表情当中 云嬷嬷猜到杜大山和养父母之间 绝对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 王妃的心思 云嬷嬷明白 为了以后能够占据主动权 他要多多为王妃搜集各种消息 尤其是有关这人所有不好的消息 镇子离杜家村本就不远 几人分头去打探 杜大山和大宅那些人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情 全部调查清楚了 云嬷嬷听到下面的汇报 顿时笑容满面 哈哈 这次没有白来一趟 居然多了一手好牌 云嬷嬷留下一个男仆 于猛 让他假扮成商人 在镇上停留一段时间 监视杜大山一家的情况 最好能结识杜大海 敌人的敌人 那就是朋友 云嬷嬷虽然是个后宅仆妇 但也明白这个道理 且说那云嬷嬷走后 杨氏忍不住问狠武 道 狠武说 你认识那婆子 绝对认识 而且还很熟 杜九妹在边上 点着小脑袋 狠武爷爷 你就跟我们说吧 我不喜欢那个嬷嬷 他的眼神 好像要杀了我 一看就不是好人 杜九妹夸大说道 就是希望加深 狠武和嬷嬷之间的矛盾 让狠武对他们 和盘托出 让他们也了解一些 广陵王府的事情 不能两眼一抹黑 跟个傻子似的 尽吃亏 果真 狠武在听到 杜九妹的话之后 面露愧色道 夫人 小九 你们不要怕 属下会保护你们的 绝对不会让别人 伤害你们的 这句话不是空话 就算丢了性命 狠武也在所不惜 杨氏稍微放松 面色好看了一些 不像刚才那么紧张 他不是不怕 而是一直记着 丈夫说的那句话 冰来降荡 水来土掩 杜九妹翻翻白眼 嘟囔他 狠武爷爷 你还没回答 我的问题呢 他最想知道的 刚才过来 都是什么人 虽然之前 已经做好了 因为父亲身份 转变带来的问题 但没想到这么快 就会有反对派找过来 那些人 能在三十多年前 就能搞得 父亲和美人爷爷 骨肉分离 那么三十多年之后 想必也会有 更多手段 想想 杜九妹都觉得 脊背发凉 横武一听 关心则乱 挠挠头 善善笑道 那人是王妃身边的 云嬷嬷 这王妃 想必不是我亲祖母吧 杜九妹 老气横丘 反问道 从美人爷爷 经常看着她 失神的样子 她就可以判断出 她的亲祖母 也是爹爹的娘亲 已经挂掉了 横武点点头道 是的 你不跟我们说说 王府里的情况 万一我们去了王府 两眼一抹黑 一定会吃亏的 再说了 你也看到了我爹 这些年过的苦日子 养父母都这样 更别说继母了 知道您老疼我们 就跟我们说实话 让我们心里有个底 横武虽然不想说太多 有关广陵王和仙王妃的事情 但也明白 以后小主人们 都会去广陵王府 若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两眼一抹黑 容易着到吃亏 的确不好 广陵王府 谢王妃 是大如风家 风青羊的妹妹 风灵儿 是咱们大晋朝 有名的美人 季王妃 鱼阁老的小女儿 横武干巴巴介绍道 只是简单做了讲解 杜九妹眼珠子转了转 想到了此次的问题 问道 横武爷爷 美人爷爷三十多年来 一直在寻找我爹爹 是因为爹爹 是爷爷唯一的儿子吗 横武现在已经习惯了 杜九妹称呼主子 美人爷爷 虽然不庄重 但他很贴切 他们叫王妃 就是很美啊 即使季王妃 近于保养 而且还比王爷小几岁 可在王爷面前 也颇有几分老态 根本比不上 风华绝大的王爷 是的 王爷只有小主子 一个子嗣 横武沉声回答道 不过想到府里一些人 不免有些失落 杜九妹看出 横武的纠结和失落 问道 横武爷爷 三十多年过去了 有很多人 觊觎王府的爵位吧 横武看向杜九妹 很是吃惊 这丫头也太精明了吧 怪不得主人 这么喜欢这丫头 不光宠爱这丫头 还经常抱着这丫头玩耍 你怎么知道这些 横武布下思索问道 若是杨氏 或者杜武狼 问这样的话 他不奇怪 可一个毛丫头 怎么会懂得这么多 杜九妹见横武 用怀疑的眼神 看着他 傲娇说道 哼 今年过年 我在李家村 看了一出戏 真龙记 里面就是这么说的 那是前朝的皇家 真假子嗣的故事 美人爷爷是王爷 比皇家也不差 以此类推 就明白咯 是啊 貌似有这一出戏 是啊 当年先王妃去世 小主子失踪 对主人打击非常大 老夫人见主人 整日茶饭不思 精神伟顿 族中便送来一个 才六个月的孩子 养在身边 主人看到那孩子 失去儿子的心 这才活了过来 横武哽咽说道 当时的主人 就是一个行尸走兽 眼神里 没有一丝光芒 就比死人 多了喘气 这一项功能 同时失去儿子和妻子 对一个 重情重义的男人来说 的确是一个 非常大的打击 只是原本可以继承 整个王府的养子 既养父寻找到了亲子 不知道是坦然接受呢 还是全力阻止呢